狗狗是我们的好伙伴,忙碌一天回家后,狗狗的陪伴能带来最大的未知 它们天生充满爱,不仅能疗愈主人,还能给其他动物送上温暖 在拿大阿巴塔的Barkis Pet Motel & Grimming,宠物旅馆发生了一件窗户新的事 一只母爱满满的狗狗感动了很多人 这间宠物旅馆经常会收留一些需要帮助的狗狗 那天晚上一直在Maggie的奥中牧羊犬住在里面 除此之外,还有两只刚刚久久大的小奶狗 小奶狗们不适应新环境,在笼子里屋檐照顾不停 Maggie竟然从自己的笼子里转出去,跑到了小奶狗们的笼子旁 宠物旅馆的负责人Alex透过手机查看馆内的监视词时,发现Maggie不见了 她吓了一跳,还以为Maggie跑掉了,但很快就发现了真相 Maggie无法进入小奶狗们的笼子里 就紧紧贴在笼子外面陪伴他们 好像在说,不要担心,有我在 Alex看到这一幕很感动 立刻赶快从物女馆开启小奶狗笼子的门 Maggie立刻冲进去,跟小狗们窝在一起 就像他们的妈妈一样 后来Maggie由当地的动宝组织照顾 Alex将这个故事泡到网络上后 那两只小奶狗也很快就找到新家 动物专家表示,很多母狗会主动照顾孤儿小狗 他们天上出门母爱,愿意为小奶狗付出甚至失声 这真的让人很感动啊